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民国第一美女蝴蝶 拥有这三种能力的女人 才能过好这一生 作者 陈希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有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她漂亮 但绝不是空有一副皮囊的花瓶 在那个群星璀璨 家人辈出的时代 她凭借美貌和过人的智慧 成为人人追捧的万人迷 她生逢乱世 却一直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阮玲玉和周璇 都深深为感情所困 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时 她却凭借睿智豁达的人生态度 在电影事业和感情生活之间 过得游刃有余 她就是横跨中国电影 无声和有声时代的著名影星 蝴蝶 回望蝴蝶的一生 你会发现原来没有谁的人生 是绝对的风平浪静 若想在微风细雨中得善终 归根结底 还要看自己 1908年的中国很不平静 这一年 慈禧和光绪双双驾崩 维持了两百多年之久的大清 即将走向末路 蝴蝶就出生于这样的乱世之年 但值得庆幸的是 虽然生逢乱世 但蝴蝶的父母却很开明 使她得到了在当时来讲 极为难得的受教育的权利 蝴蝶十六岁那年 恰逢中华电影学校招生 当时的她名谋好耻 语笑嫣然 两个小酒窝荡漾其中 怎一个美字了得 最后 凭借初衷的外貌和过人的才艺 蝴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 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 也是唯一一期的学生 蝴蝶的从影之路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阴汝貌美 气质佳 加上精湛的演技 她十七岁便走红于上海滩 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 电影让她梦想照进现实的同时 也带给她一段 错误的情缘 在当时的上海滩 那些极美貌 与盛名于一身的女明星 一不小心会看走眼 阮玲玉如此 蝴蝶也不例外 1927年 蝴蝶因出演《秋善苑》 和男主角林雪槐 饰演一对恋人 许是入戏太深 许是命中注定 该有此节 戏拍完后 他们没有相忘于江湖 而是将那段感情 延伸到了戏外 此年 二人便定下了婚约 定婚后 蝴蝶的名气越来越大 这让事业一直没有起色的林雪槐 心里很不平衡 她认为 屈居于女子之下 是莫大的侮辱 所幸放弃演艺事业 去开酒楼 所谓 隔行如隔山 毫无经验的林雪槐 最后血本无归 让人心寒的是 她非但没有一丝后悔之意 反而将失败 怪罪于蝴蝶身上 还拿着蝴蝶的钱 跟其他女人搞暧昧 起初 蝴蝶是宽容的 但多次劝说无效后 她收起了自己的纵容之心 断了林雪槐的钱 提出了解除婚约 虽然解除婚约这条路 走得异常艰难 但蝴蝶从容应对 不卑不亢 她是清醒的 也是勇敢的 整整一年 她八次走上法庭 直到1931年底 轰动上海滩的 蝶雪解约案 才彻底解决 蝴蝶也终于摆脱了渣男 恢复了自由身 蝴蝶和阮玲玉 在感情上的遭遇 大抵相同 他们都遇到了那个 将自己拖至谷底的人 但蝴蝶的可贵之处是 当认清眼前人的真面目后 她没有与之纠缠 而是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所以身为女子 遇到两情相悦的那个人 要倍加珍惜 但有朝一日 若发现自己所托非人 一定要懂得及时止损 无论何时 都要保持一点理性 当感情的美好不复存在时 唯有来一个漂亮的转身 才会终止不幸 走好余生 鸳鸯派作家张恨水 曾这样评价蝴蝶 蝴蝶为人落落大方 一喜女儿之态 性格深沉 激井爽利 十之五六 若宝钗 十之二三 若习人 十之一二 若情闻 如此高的盛赞 足见蝴蝶 绝非普通女子 她的美丽 不仅仅在于外貌 更在于其豁达的人生态度 虽然人生开场很顺利 但蝴蝶的一生 也不是绝对的顺遂 命运也曾 接二连三地 向她抛出难题 当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民间有传言说 历晚张学良 在北平的六国饭店 与红粉家人蝴蝶 欢歌共舞 一夜之间 蝴蝶就背负上了 红颜祸国的骂名 若是一般女子 大概难以承受 这样的舆论打击 但蝴蝶却不急不躁 只是连续两天 发表了辟谣声明 此后就不再纠结于此事 让时间还以清白 后来 回忆往昔岁月时 蝴蝶只淡淡地说 我并不大在乎 如果我对每个传言 都那么认真 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 我和张学良 跳舞的事情 闹了近半个世纪 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真正有智慧的人 在传言面前 从不做无谓的挣扎 因为他深信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传言 自有不攻自破的一天 当然 蝴蝶命运的波澜 远不止这些 还有那段被戴笠 强行霸占的日子 关于这段故事 世人并不陌生 戴笠虽然是特务头子 但对蝴蝶是动了真心的 在一起的三年 蝴蝶要什么 他就给什么 印度水果 法国口红 还有带着明亮窗子的 花园洋房 然而戴笠的柔情蜜意 于蝴蝶而言 只是奢华富贵的幽禁 他心里唯有丈夫一人 只是爱与戴笠的权威 不得不崇拔了 但即便是这样 没有爱的苟且生活 蝴蝶也没有熏死 当生命不由自己掌控时 他没有与命运纠缠 而是给了自己生的权利 1946年 戴笠意外死亡 蝴蝶终于重获自由 回到了丈夫身边 在他走出洋房的那一刻 这段往事就画上了句号 此后余生 任世人如何评说 他都不争辩 不计较 诚如他晚年时所说 对于个人生活 虽有讹传 也不必过于计较 紧要的是 在民族大义上 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蝴蝶顺利地走完了 八十一载的岁月 人生短短数十载 行走于天地之间 没有谁可以做到 独善其身 只有像蝴蝶一般 学会不过于计较 是非黑白 才能从容地过好这一生 1933年 上海明星日报 发起了电影皇后大选举的活动 最终蝴蝶打败了阮玲玉和陈玉玲 成为了上海滩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后 蝴蝶能够得此殊荣 除了她的高颜值和与生俱来的表演天分外 更多的是因为她的勤奋 蝴蝶虽然容貌美丽 是聚光灯底下的明星 但她绝不允许自己只做一个空有其表的花瓶 为了角色 她倾注了许多心血 每天拍戏时 虽然贵为主角 但她都是最早走进片场的 只为多出一些时间和导演讨论剧本 演戏配音的时候 她在录音室里一待就是七个小时 虽然成绩显著 但她从未停止学习 找梅兰芳学习标准的普通话 为了更好地塑造角色 她学开车 学骑马等等 殷自幼在城市长大 为了演好乡下女人 她特意跑到江浙一带的农村 去看乡下女人如何生活 用心感受她们的言行举止 如此用心 哪怕是现代演员 也未必能做得到 所以蝴蝶塑造的人物 都是有灵魂的 外表美丽 只会给人乍见之欢的感觉 唯有后天不断修炼 提升自己的内在实力 才能真正地赢得别人的尊重 在外人看来 拥有绝美的容颜 还能如此勤奋 实属不易 但蝴蝶身上的闪光点 和优秀品质远不至此 她还是一位特有骨气的女子 1941年冬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香港 他们多次闯入蝴蝶家中 胁迫她出山拍电影 虽然蝴蝶只是一介弱女子 但在民族大义面前 她却毫不示弱 为了躲避日寇 她假装怀孕 连夜讨会重庆 并在这里登台一眼 宣传抗日 哪怕有危险 也绝不做文化汉奸 在那个动乱不安的年代 个人是渺小的 犹如水中浮平一般 稍有不慎 就会名声不保 惹祸伤身 但蝴蝶却做到了善终 实属不易 蝴蝶是典型的 美而不自知 她比谁都明白 外表再美丽 也有黯然失色的一天 唯有不断地精进自己 美丽才会以 另外一种方式 延伸下去 这份通透的人生态度 令人佩服 晚年的蝴蝶 定居在大西洋彼岸 往昔的浮华和苦难 都以随风而逝 她的生活简单 却不单调 她学学英语 逛逛唐人街 日子清闲自在 1989年4月23日 81岁的蝴蝶 留下一句 蝴蝶要飞走了 就与这人世间告别了 蝴蝶这一生 有过低谷 也曾流言加深 但无论人生处于 何种境况 她都始终保持 费勇向前的姿态 感情上遇到渣男 她在努力无果后 做到了及时之损 命运向她发难时 她没有萎靡不振 更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选择用时间 去化解一切的风风雨雨 作家刘亮成曾说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血 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 孤独地过冬 而蝴蝶的人生经历 也告诉我们 没有谁的一生 会绝对地顺遂 但你要有与命运对抗的 智慧和力量 任何时候 只要自己不放弃 上天给我们的坎坷和苦难 终究会成为深厚的风景 生活实苦 希望你能如蝴蝶一般 不畏艰难 不忘初心 既能享受得住万人的圣赞 也能耐得住寂寞 在幽幽岁月中 坚强而独立地 走好脚下的路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